虽然日前的大雨终于让水库有了不错的净水量 也暂时的解除了限水的措施 但是新北市教育局仍然呼吁辖内的各级学校 还是得要遵行省水的原则 像是将洗手的水龙头水阀关小 避免过多的水量流失 另外学校也要定期进行漏水检视 并且利用雨铺满来收集雨水 一起来节约用水 虽然日前的雨量让北部地区缺水情形稍稍舒缓 但校园的省水工作依旧持续进行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学校目前都有妥善的解水措施 包括洗手用的水龙头将水阀关小 避免过多的水量流失 水龙头的水阀的部分关闭到1分到1分到1分 同时也可以加装解水片 来进行有相关的解水 另外也检测学校里面有没有漏水的部分 也务必让水的部分能够妥善地做一个运用 另外对于学校的 比如说学校的围墙清洗等等 这个部分需要大量清洗水的部分的话 也在这个时间里面暂时来避免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林滕娇表示 目前新北市部分学校都装有解水垫片 可以有效地节省用水 另外也请学校进行漏水检视 并且避免像是围墙清洗的大量用水 另外许多学校也都设有雨铺满 利用雨水回收再利用 让水资源不被浪费 平常就可以把这个雨水 能够把它透过雨铺满地把它节存下来 然后在学校的包含的一些花木 或者学校里面的食农教育等等这些的部分 就可以利用这些回收水再利用 今年遇上了九旱不雨时的全台水库拉紧报 全民用水都必须更加资助比较 虽然日前水库中游游水精量 但仍旧呼吁民众还是要节省用水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